因为松南山是北纬30度最美的海岸线 从专业性来说 因为这块地理位置 它是一个U型的地理位置 所以相对来说 它没有特别高的难度 或者说特别简单 适合于我们中国刚刚发展 海岸赛艇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趋势吧 我觉得 海岸赛艇的沙滩冲刺赛 它入选了2028年洛杉磯 三级奥运会 它的特点就是比净水更刺激 更时尚更有活力 赛程不像净水赛艇 它是一个2000米滑出去 大家可能看不见 但是在这儿的话 显而易见 它有沙滩的奔跑 和水上的滑船 两部分结合在一起 所以汪扫性程度会比净水 吸引年轻人 目前发展的话 因为这个项目 是从去年10月13号 澳主委宣布 纳入2028年洛杉磯奥运会之后 然后各省才组建的一个队伍 我们这家省是13号的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14号就开了专题的会议 16号就吩咐到这个下山基地来了 17号就正式开始训练了 时间上非常抓紧 时间上走在全国的比较前列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通过不到一年的时间训练吧 今年的世界锦标赛上面 我们已经有队员在世界锦标赛上面 获得丹恩艇的冠军 所以应该说 这个跟国际的接轨 然后跟国际的水平的靠拢 步伐还是满得很快的 这一次全国锦标赛目的就在于 组建中国海洋赛艇的沙滩虫湿赛的一个国家队 它的这个选拔机制是单人艇 男女单人艇的前六名和混合双人艇的前四名 国家队选出之后 第一站训练基地就在我们下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